我現在所在位置呢 是在屏東芳僚的新龍村 半世紀來氣象局第一次同時發布 陸上跟海上的颱風警報 這到底有多麼罕見呢 可能問到這一些阿公阿嬤 他們最清楚了 整台車項頭呢 全部都載滿了老人還有小朋友 加起來幾百歲 他們說其實今天早上 他們才剛剛從老人活動中心那邊撤離 然後好不容易回到家園 但沒有想到現在沒幾個小時 又要再被撤離了 我就說要再我們去 沒有說風車要再來 我們早上有老人活 跟我們孫子 你早上是幾點回來的 我們心肥高齊 幾點我也不知道 到現在六點五的 大概五點五的 我就知道 算說六點多回家園 結果現在十點還要撤離了 有啦 戴禪秀的衣服啦 怕晚上會冷啊 喔 剛剛那些阿公阿嬤 其實他們家就住在這個村落 所以呢 這個村落目前是通通撤離 已經是沒有人的狀態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房子呢 其實都是只有一層樓高 而現在呢 其實在屏東方寮這點雨呢 是斷斷續續 間歇的下 或者是間歇的在飄雨 他們就很擔心了 看到這個海棠颱風又要來 昨天呢 因為泥沙颱風所狹帶的雨勢 這水是淹到大概在 快急腰了 就擔心說這些獨居老人 要真的 大水來的時候 跑不急該怎麼辦 所以逼不得已 早上才送他們回來 幾個小時要趕緊再把他們 撤離到安全的住所 以上日清掌專輯狀況 把現場交還棚內